老公,人家订了一间Villa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钱买房吗 我是订了凤凰Villa 哇,既然有千坪花园,十五项休闲公社 回家就像度假耶 而且花园比房子还要大呢 还有我最爱的游泳池,耶 龙大营建,Villa生活 十年防水保固,二制三房 07-398-5555 凤凰Villa 哈喽哈喽,欢迎收听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我是GK爸爸 最近是不是开学啦 暑假结束了 有很多小朋友呢,要进入国小了 当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从幼稚园到小学一年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转变哦 希望每一位收听GK爸爸故事的小朋友 小QQ们都能够勇敢顺利快快乐乐的上学去哦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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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了 小QQ小朋友们 你们有来投稿GK爸爸的两周年企划吗 翻唱活动 有陆续收到了许多小朋友来投稿了 有唱彼岸薄荷岛的 也有唱一起加油 也有唱QQ珠 哇,最多人唱QQ珠这首歌了 那GK爸爸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唱其他首GK爸爸创作的歌曲哦 欢迎赶快来投稿 那GK爸爸也有把一些之前的歌曲呢 上架到节目中 大家就可以复习练习一下 翻唱活动到9月7号截止哦 将会选出两位在我的节目中和QQ珠一起合唱哦 那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呢 都会有参加奖哦 非常欢迎大家赶快来投稿投稿 唱起来唱起来 那今天GK爸爸要讲的故事呢 叫做想放屁怎么办 这是东宇文化出版的 作者是郑明志图张志慧 翻译黄一贤 好,赶快来听故事咯 故事开始 不知道哪里传来了一个美妙的音乐声哦 跟着音乐声往前走 马上看见了像是天鹅般优雅跳舞的丽雅 丽雅,她是动物芭蕾舞团最优秀的舞蹈家哦 随着音乐的节奏越来越快 丽雅使出了浑身解数 准备来个大跳跃 她心里想,这个动作一定会成为整场演出最美丽的一幕哦 当丽雅用尽全力一跳的时候 突然她放了个有如炮声一般响亮的屁 天啊,没关系,先做别的动作好了 丽雅改变了想法 做了转圈的动作 转转转转转转 结果屁也跟着转转转了 接下来是快速往旁边移动的动作 于是屁也跟着快速往旁边移动了 为什么我们一家人都是放屁大王 爷爷是放屁大王 爸爸也是放屁大王 妈妈是放屁大王 弟弟也是 我也是 我该怎么办 丽雅他们全家都是猪猪哦 原来爷爷也容易放屁 他一放屁呢 就把很多树都吹倒了 妈妈也很会放屁 一放屁就把屋顶给掀开了 爸爸也会放屁哦 爸爸放屁把路人都熏到了 弟弟也会放屁 弟弟放屁把墙壁也弄倒了 丽雅决定去找大象医生 医生请帮帮我 因为一直放屁的关系 我觉得好丢脸哦 都没有办法好好跳舞了 大象医生笑着回答 放屁并不丢脸哦 那是你吃的津津有味的食物呗 被消化后产生的自然现象 所以不要勉强忍着哦 尽情地排出来吧 但但是我的屁不是一般的屁 声音非常大 而且随时都在哺哺哺 啊是吗 那让我来好好检查看看吧 大象医生仔细地帮丽雅做了身体检查 来来来别怕哦 啊我看一下哦 呃呃呃一切都很正常啊 放屁的声音再大能有多大 医医生我我的放屁声真的很大哦 丽雅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放了一个屁 这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大象一声 被屁声吓了一跳摔倒在地 哎呦呦呃 旁边的护理师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哎 怎么办才好 我真的很想要来一场精彩的芭蕾舞演出哎 嗯 丽雅闷闷不乐的就这样回家了 到了表演的当天 观众们一个接一个都进场了 如果演出 演出的时候又放屁了 那该怎么办才好 饰演美丽公主的丽雅坐立不安啊 各位观众 现在要开始动物芭蕾舞团的精彩演出 喵喵喵喵喵喵喵 丽雅终于登上舞台跳舞了 但是观众席上面的小朋友们 却开始打哈欠 有的大人们甚至从一开始就打起了瞌睡 这时候舞台上面一群坏猴子出现了 抢夺了丽雅公主居住的城堡 抢夺他们的物品 你们这些大坏蛋 丽雅公主一边喊着 一边就像小鸟一样跳得很高 就在这时候他放了一个屁 哎呀要放屁了 哇这是可怕的大坏屁啊 快逃快逃啊 快逃啊快逃啊 最后观众们全都站起来了 站起来掌声响个不停 哇好酷好酷 拜拜 好酷 太酷了 奶奶这个表演好有趣啊 对啊我们下次再来看吧 丽雅突然觉得 没想到我的屁竟然能够 让观众这么开心啊 从此以后 他成为了一个能够让人家开心 而且是有名的一位 放屁芭蕾舞蹈家 故事结束 嘿小朋友小QQ 听完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心得吗 故事中的丽雅 她原本很烦恼 觉得很困扰的放屁的事情 没想到后来竟然变成她的优点 把缺点转化成了优势 从中获得了自信 还有自我肯定的过程哦 放屁虽然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但有时候又觉得很糗 很不想让人家听见 放屁其实不是坏事哦 不需要太过尴尬 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生理现象哦 我们大家要用健康的心态去看待 坦然的接受这个放屁的事情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故事哦 OK 9月是斩斩的生日 希望QQ猪可以唱搞笑生日歌给她听 好没问题啊 我要请QQ猪来唱歌给你听哦 哈喽哈喽 我是QQ猪 嗨斩斩 嗯 你 你 你是不是不太爱吃青菜 还有喝水啊 嗯 这样不好哦 我本来也不爱吃青菜哦 后来我就越来越知道青菜对身体很好 所以呢 我就开始努力勇敢的吃青菜了 我觉得鸡翅很好吃耶 有很多种不同的青菜耶 好像是我喜欢吃高丽菜 还有花椰菜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喜欢吃高丽菜和花椰菜哦 嘿嘿 好 那我走咯 拜拜 等一下 QQ猪你要唱生日歌 而且是搞笑的生日歌送给斩斩耶 你怎么那么快走啊 才刚出来 哦 对哈 好 嗯 斩斩 搞笑的生日歌 我上次也唱过一次了耶 嗯 欸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斩斩 祝你生日 祝祝的祝啊 祝你生日快乐 OK 好 OK 感谢斩斩的大力支持 谢谢你跟马咪爸爸的大力支持哦 记得要多吃青菜还有多喝水哦 这些都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 没错没错 感谢您 OK 下一位呢 也是8月22号绿界赞助 GK爸爸 但是 这是马咪 她可能忘记留言了 林红倩马咪 林红倩马咪 有听到吗 哈啰哈啰 感谢你的大力支持 但是没有收到您的留言耶 可能漏血了 那记得到我的粉丝团私讯给我哦 这样我才有机会 向你们的小朋友 小QQ 打招呼哦 8月22号 赞助500元的 林红倩马咪 请记得要来找我哦 OK 接下来是 在8月23号 在绿界赞助上面 赞助2000元的 感谢双胞胎小QQ 郁威还有郁千 哈啰哈啰 双胞胎小QQ 郁威还有郁千 哇 你们的留言说 我们是双胞胎姐弟 威威还有千千 最喜欢坐爸爸车上 开心听着GK爸爸 谢谢GK爸爸和QQ猪 陪伴我们这么多美好的时光 9月13号就是 我们六岁的生日 希望GK爸爸还有QQ猪 祝我们生日快乐 平安健康快乐长大 OK 真的很感谢你们 没问题 哇 天啊 谢谢你们 谢谢双胞胎姐弟 威威还有千千 嗯 真的是让你们破碎了呢 嗯 嗯 谢谢让你们的支持 让我们有饭饭吃 让我们可以继续讲故事唱歌 给你们听 谢谢 Arigato Arigato 哇 你怎么突然绕日语啊 对啊 谢谢你们 威威千千 那我要唱 那我要唱生日快乐歌送给你哦 送给你们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威威 HAPPY BIRTHDAY TO浅浅 你们是可爱的双胞胎 你们是可爱的双胞胎 可爱双胞胎 微微浅浅 谢谢你 Mine 哇 QQ猪 你真的很掏心 掏肺地唱这一首生日歌 送给微微还有千千 对啊 要感谢他们大力支持我们 所以我拿出我最内心 最澎湃 最内心的爱 送给他们这一首生日快乐歌 OK 也祝福双胞胎姐弟 微微千千 成长的过程中 一切顺顺利利哦 上学加油 写功课也要加油加油加油哦 谢谢你们 OK 那在Mixbox上面呢 有赞助GK爸爸的小朋友 我们下一个故事还会再跟你打招呼哦 有赞助订阅的都一定会跟你们打招呼 不要担心 那今天GK爸爸要特别在 Apple Podcast上面有看到很多很多的五星留言 那我都没有机会好好的跟你们回复 所以我现在来随机抽几个来跟你们打招呼哦 这边有看到台北五岁的文凯 哈喽哈喽文凯 他说听QQ猪会笑到肚子痛哦 哇 谢谢你哦文凯 还有桃园五岁的宇芳 11月1号生日 OK 提早祝你生日快乐哦 宇芳 还有花莲的林辰宇 哈喽哈喽 陈宇 9月7号是五岁生日哦 祝你生日快乐哦 还有板桥的朔千 哈喽 9月10号生日啊 生日快乐哦 朔千 还有咪啊 哈喽 谢谢咪啊 还有新竹四岁的逸婷 还有两岁的宇晨 哈喽哈喽 逸婷宇晨 已经听GK爸爸的故事好久了哦 哇 感谢你们 也很喜欢虎哥和QQ猪哦 每天晚上还会一起抢QQ猪的抱枕睡觉 哇 感谢你们支持哦 OK 目前这些就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呢 有给我五颗新留言的小朋友小QQ 所以呢 可以请你们的爸爸妈妈 到Apple Podcast GK爸爸的节目下面呢 留下五颗新留言 最好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 听GK爸爸的一些心得哦 写越多就越有可能被GK爸爸念出来哦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哦 Apple Podcast 留言五颗新留言 记得不要按错哦 期待大家到Apple Podcast上面呢 留给GK爸爸五颗新留言哦 留越多就越有可能被GK爸爸抽出来 跟你们打招呼哦 好 我们下次故事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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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不伤眼睛哦 非常推荐爸爸妈妈上REMU读墨电子书 挑本书来享受阅读时光吧 REMU读墨电子书